我們現在去探路 就是海洋公園的藍籠山段 我們現在可以不用遷走進去 我們現在就準備從這裏 兜就出發 走上纜車探路 今天天氣非常好 非常乾爽 又陽光普照 這裏就是香港警察校 我們沿著這條斜路上去就行了 現在就行了 這裏一路都是斜路 上去就有個入口 這條路叫好相宜 而且景色很漂亮 早安 現在我們走到這裏 就會看到前面 有這條樓梯 很多人開始上去 以前這條路是封了 現在因為跟地政署聊了 原來這個是霸佔了土地 所以我們就開始走 以前有些景效的人上來 一路沿著都是百多級樓梯 這條路就有很多樹蔭 所以就不會太曬 它是要走回頭 go back 它是有終點的 它到終點的位置 就已經不屬於公家地方了 go 現在開始 纜車在這裏開了 這條山徑 最大的賣點 就是可以拍到這個登山纜車 和這個深水灣 多麼美 它這裏有一個景點 可以打卡的 我們先看看 這個就是打卡的位置 繼續繼續上 在我身後 就是其中一個打卡的位置 其實前面更漂亮 不過真的要小心一點 因為這條路比較窄 Hello 你好 深水灣 多漂亮 那邊就是淺水灣 嘩 真漂亮 現在就在這個海洋公園的山徑 其實是藍廊山的山徑 這條黃線底下 就是屬於海洋公園私下的地方 現在這條公家的地方 就可以開來 給大家去看 打卡 其實那邊 大家看看鏡頭過去 那邊 這裏就是深水灣 嘩 今天天氣是正到不得了 再進去那個小垃圾那裏 進去一點 其實那裏就是淺水灣 香港最美最美的海 都在這裏 天氣非常好 看著那些纜車 這樣經過打卡 真是一流 好 我們Let's go 男友視角 這條路不是爭取時間和距離 就是 走風景 現在這裏就是 可以看到一個樂園 前面是樂園 然後又看了一個海 是好 超級漂亮 小時候在那裏想 就是坐纜車的時候 就會在那裏想 怎麼可以走到下來 好像很美 想不到幾十年之後 夢想成真 上去有這些 很快的 公國小一點 這裏就是這條藍廊山的盡頭 其實整條路很短 但是是一個打卡位多的地方 對香港人來說意義很大 因為大部份人都去過海運公園 搭過纜車 你都會看下下面 你都會想有個衝動 想下來 但現在你今天真的可以做到 因為開了一條公家路 其實這裏是真是漂亮的 香港來講 可能外國就有很多這些地方 但其實外國都不多這些 就是你又要有些建築物 又要有一個這麼漂亮的深水灣 真是不得了 這裏就結束了 如果你想再走過去呢 就課金給海運公園 沒有人課金了